大家好,我是Shenix,为大家带来文明6的游戏开荒视频 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我觉得已经是处于到游戏的一个尾声级的呢 我呢也是目前在尝试着走到 哎,等于是朝着这个科技胜利的一个方向来努力 所以说这边一行有三个目标,是一个还都没有完成 但是基本上它的前置都是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估计到时候是这三个行列中心直接是一个Rush,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我是造了三个行列中心,亚历山大本身是想造 但是尤其它的人口真的是一直在卡人口,造不出来一个新的区域 我确实决定就直接造这三个区域了 可能是生产力不是最足的 但是我不太确定啊,要是直接是亚历山大造的话 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不同 总之这边先造出来,要是说亚历山大这边有再起第四个行列中心 他要是能把这个进度赶上来的话 我还是让亚历山大来去造 但是,反正多一个总比没有好 这边好像是你要造工厂是吧 造工厂之前你先造个建造者吧 把这边这个埃德福的土地给改良一下 别的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就直接自动 冰箭,我觉得你就自动探索就可以了 你呢,应该造矿场吧 你呢,我觉得直接驻扎在这儿 这个人,这一个将军,他应该是 你也是跳过 看一下 你的 你可以跟 好 巴黎这边是已经有了 我为什么这么卡走这两个路线的时候 我就去跟巴黎去交易一下吧 建立一个贸易战 可以没准是能帮着街区往这个后边这几个城市去进行交易 你的鱼应该是造好了 这个能买吗 能买 把这个也造一下 这边计划步兵好像之前刚果我没有计算 他说是我的部队离你的国离你太近了 他是说的这个计划步兵吗 但这边有一个机关枪 但是我觉得刚果的部队才有点恐怖呢 满图的都是 可以说密度主要是太大了 我觉得我走到这个位置来 北边好像没有什么 我觉得让你在 在 但这边我是没有这个城镇的一个 这边把这个拆了 开过去直接是给 等于是增加一些生产力 他就直接出来了是吧 这附近有可以护送的部队吗 好像是没有 叫你出来以后去 之前法国说是不要在你他的附近去见到殖民地 他还不太清楚 往哪边造殖民地合适 这边应该是这个殖民地已经出来了 还是说这个开口轴也是造虫了 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安家地方 安的话 也没有什么新的资源可以拿到 我觉得大概去这个位置吧 没有人护送啊 先待会看一下 你应该是之前获得了情报源 这边等于是可以增加 偷偷些钱 这个殖民者有点 我海上 我之前这边应该是海上有个军舰的 但我让那个军舰可能是去巡逻了 没准你可以去帮着 护送一下 这是你的开拓者出来了 可以是造别的了 遗迹度有点低啊 不太清楚这个附近有没有 没有 有商业中心 没有娱乐中心 这有娱乐中心吗 也没有 可能 在这附近吧 造一个娱乐中心出来 娱乐中心跟着 我就可以造这儿 等于是工厂跟着这个东西 呃 跟着一个商业中心 等于是应该是能 获得一个额外的加 加钱的收益 机器化步兵可以护航眼 但是你要去可能会 五回合 但是你有三的移动 我没准还没准能赶上啊 这个可以空袭 空袭哪呢 能空袭这儿吗 可以空袭野蛮人 移动10 123 123 4 5 6 7 8 9 对战 单位-17 是什么意思 他还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什么情况 不过做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可能没法阻止法国人的这个开拓者 还是还是晚了一步 不过 我觉得最坏情况下就直接是宣战 把他这个城镇直接是给 给攻占下来 现在我觉得已经是到游戏的 但是我跟他关系是友好啊 我也是不想让所有人都跟我宣战 因为我是需要一个国际的贸易路线 但又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到后期现在 钱基本上 不是特别的 特别在意 只要不是负的就行了 我天哪 我觉得吧 你现在跟我关系是友好的 防卫级别还是机密 不能偷吗 不能偷吗 哼 也就是说 我必须先给你宣战 然后才可以偷 这样下局他可能就直接出新基地了 还是没有特别好能给 等于是给他给他控制住 或者是假如说我那边那个部队一直在他旁边的话 没准会AI会觉得比较危险 他没准会放弃 也是有这么一个可能 具体看情况了 这边 造一个商业中心 全线造一个兵工厂吧 来庆祝这个兵工厂 我在升级的话 跟这边那个防御率现在是67 会不会加的更多 没准吧 你呢好像你 这边我是要等于是要要殖民这个岛 我先去 诶 哦 这两个部队是连着的 我说呢怎么 那你走到这边了 你走到这边 你那边上 然后估计就在这儿住渣吧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野蛮人之类的 我现在有多少个 有很多见到着 还有还有这样的睡觉 他好像之前我是想在这儿安家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 睡的睡觉 我这边是在等 等这个开拓者 觉得你可以睡了 这边有一些 任务 觉得可以去做一做 这是秋灵吗 这是秋灵 这边我现在还在后悔这边是造造错位置了 一二一二三 可能北边这个城镇是起不来工业区了 因为是 或者说我就是直接是把这儿造一个造一个工业区 等于是让这个东西它的魅力变低 现在魅力好像只就是一个普通的 我真的希望是有办法能把这个区给清除 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的 这个秋灵的考古遗迹我要是 我是没有考古学家不太清楚是能 改变基地 我觉得你直接放到最前线吧 现在敌人应该还是有间谍的 不太清楚他们间谍会怎么活动 我的城市这么多 可能手多可能会拿一个 我觉得去保护我的不要市中心啊 保护我的学院吧 我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不想让他们偷偷一些比较比较高级的科技 你是买了 有一些鱼可以使 这个地方到时候要起一个前面起一个碉堡 这边可能会起一个 之前说是起学院 但是我觉得就不起了 你的食物还算是 我现在有多少的多余食物 可以看吗 剩余16个 还是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这边只要是平地 就全部全部住上地 有丘陵的话 全部挖上框 这样你干什么 这周围应该是 这边在造什么 在造商业区 这个找地 我觉得找地可以挖吧 找地应该可以挖 挖以后再给造 看不清楚 船教室有自动探索这么一个功能吗 好像现在是没有 这边我觉得直接放到 这个地方堵着你 另外 法国 强化等级是空军战斗 导弹巡航 海军远程攻击 海军远程攻击 这个应该是我的 我的船应该是能升级吧 我在 全世界四散八方的船在哪 太多了 完全找不到 轰炸机 战舰 应该叫 面试可以升级 升级成 导弹巡航舰 有必要升吗 我觉得 没有必要升 你接着自动探索吧 压力山大 压力山大 还差九回合能造航天中心 你能 你现在干什么呢 军工厂 实验室 是 娱乐中心 再增加一些舒适度吧 这边可以到工业区 这边建造者 开了 这个我觉得你就直接睡觉了 直接挖了 哇 这好像直接变成零了 好像是从13变成14了吧 应该不是说是从14 没变然后增长变没变 不太不太清楚 下回合我估计是直接起一个农田 因为这附近旁边再有一个农田 可能是这儿这三个可以造个农田 基本上就是想法 我现在想法基本上已经是固定 或者说是已经清晰了 就是平地造农田 然后有丘陵是直接是挖矿 其他东西再 再看根据情况 这样 这个东西一直空着是什么意思 他想 你有商业中心吗 你有商业中心了 这是两个工业区啊 工业区这生产力只有2 这工业区有6的生产力 不会吧 这么低 我们这边是12啊 场是叠加的 工业区 工业区 是因为他周围的矿少吗 工业区是10 这个为什么只有2呢 这旁边有两个矿 等于是加成是加了2 但是我有 工业区相邻加成百分之百 我这应该是4啊 第二来自工业区 加4有助于区域 什么意思 你人口好像是卡了 我才发现 搞不懂你再想什么 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这好像有个野蛮人云地啊 我觉得应该威胁不大 这边呢 我前线的建造者来了 但是殖民 殖民者还没来 就直接 走到这儿 这边没有水源 墓士提升的使徒单位 好 这个代表就是我的等于是派的大使馆的一个代表 你能知道 贸易路径增加了 需要住房子 这边移基路是直接变低了 应该是人口变得太多了 这移基路是负易 这也是负易 亚里山大7回合 这太重玩 开罗 移基路0 可能是需要移基路高一点 你用什么别的 可以考虑造个F铁塔 可以考虑造个F铁塔 这为什么是 这三个是农场吗 要清楚啊 这儿是一个 普通的农场 工业区社区 大学是可以增加一个住房 现在 你是不是帮我造一些 商人两回合 间谍装甲兵 我觉得你造个曼哈顿计划吧 下道好像一直没有完成啊 但你这些东西还是非常的非常缺 不过工人到时候赶过来了 可以是帮你提升一下 造工业区吧 已经是 123 这还不是我的吗 需要这么换 这城镇呢完成了一个东西 把水墨也完成了 我觉得 这能买吧 把这给买了 这已经是这边 这边已经是我其实不用 不应该买 我刚才有点看错了 我以为是 因为他这个部队在这边吗 我该清楚现在我国土在增长 是这个部队会去哪 还是说 因为这个部队没地方去了 所以我国土没法增长 不太不太清楚 应该是 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造军营吗 不可以 但你可以往这造一个军营吗 造一个吧 随便平地造冥场 下水 别跑 填起来 有跟随指令吗 好像没有 那就这样吧 我就攻着没了就没了 这边的开拓者别没了 这样我要去 法国这边基本上 已经被 被堵住了 我该清楚 我有没有其他的 部队 总之呢 你往这儿 这方向努力 你呢 等一回合 应该是来造农场的吧 你是不管什么 先开了这玩意 法国究竟在想什么 21-22 哦 这两个本事基本上是同时同时登陆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我等于是造一个东西把法国给堵住 可以完全拿这边一个传条式 基本上可能就能 可能就堵住了吧 我把这边一些等于是会比较诱人的一些场所性别的选择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一二三 拿不到北边的羊 在这个羊也是直接拿不到 我是不用不用抢 到这儿的话 没准更好一些 能拿到石头 能拿到羊 能拿到这个 这边造完之后呢 我的沿海可以是在想办法造一个城市 然后北边可以再造一个城市 这样这三个城市可以互相是用什么工业区 加上娱乐区 可以加成一些 像是我是先造沿海城市还是先造内陆城市 沿海城市是不是发展起来会更好一些呢 先看一下这边的地形啊 也是规划工业区 这有两个 丘陵 这有一个丘陵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 这边很难拿到 一二三 我必须定居在这个位置 但我旁边是一个 一个绿洲 绿洲应该是没法工作的 一二三 能拿到烟草 能拿到丝绸 我这个能拿到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需要 需要在意的 我觉得就直接先在这儿定居吧 这是挪威的火枪手 挪威都已经研发出火枪手了 你是造农场的 又有个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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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 我觉得无所谓了 我就直接去 就不护航了 你是 走到这儿是吧 那个人呢 我让他走 他说走十回合 跑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 你上岸了 我点错了 你怎么是从内路走 我觉得是从海路走更快些吧 你从北边大概这么穿过来 咱刚才是完成了一个开拓者 可以造工厂 房子也够 所以你就造工厂了 扎伊斯 你可以造什么呢 你可以造工厂 你就直接在这儿 躺着吧 我是真想不起来能再造别的什么东西了 哈哈 就不停的造农场的完了 可以造十分人民像 但是 不是我没有选择想用这个文化胜利 我就 我就不考虑了 这边 这些鱼应该是拿不到 可能你周围的能拿资源都已经拿了 这是好像正在造一些别的东西 开罗的这边是还可以再改造一下 建造者你是 你应该是来改造这边的吧 这个工厂区应该是正在造着 这儿是可以起一个矿 这个商人看一下你能 好去的地方不是很多 去点蓝丝吧 加一些生产 机械化步兵 好像是之前有某个开阔者 我之前是点在那开阔者身上 我以为是能做出跟随命令 现在好像是直接移动到那边去了 不太不太清楚 实在是找不到 可以这么找啊 你好到位了 你是要直接造海港城市吧 还是说造一个非海港城市 一二三 我觉得是造一个海港城市 这边再造一个城市 北边再造一个城市 一二三应该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基本上我觉得护送完之后 就不需要再保护了 你去哪儿呢 你去哪儿呢 去这儿吧 其实应该是让这个野震加冬炮去啊 它是一个远程的 你去哪儿呢 叫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产力的 造个纪念碑 买个纪念碑 然后再买个粮仓 你还是在这儿 提防一下野蛮人吧 这地方还是很呢 比较比较荒芜啊 好像我想起来之前 也是有一些 有些时候是 就是听见了野蛮人出声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我的部队 不是我的这个大路啊 都是离着 都已经基本被控制住了 所以不太担心 这地方有个野蛮人基地 还没有打出来吗 你们 极西化步兵 我觉得 在这儿提防一下港果 你是买了一些东西 但是还是没有 没有一些相应的 先来个港口 还是一上就直接起工业区 先来个港口吧 虽然说需要500多个回合 刚果从工业时代发展到现代 感觉刚果发展的不错 我觉得还是走水路快 进水路这边是直接是六个回合 我这内路有一个 这个傻不拉击的 还在走内路 看一下 你的好像是食物比较少 这边可以遭圣地跟学院 造个间谍 或者我觉得现在就直接军营训练什么 或者机密和大 金币和大工程师点说 我的一些伟人还有 这个很很不错啊 就可以我直接提醒 你了 好难看啊 我觉得你呢直接 这边关上 你直接在这睡觉 刚才是看到了 我就想给城邦 城邦有没有 宗主国基本都是我了 还是先留着吧 之前想 想做什么来的 这个地方 紧急部署 施政节奏 可以在带有机场的区间运输 陆地单位 好像之前是想在 是在看是又用这个训 用哪个训练啊 大工程师现在是 该称所有单元格 加一的魅力 我觉得这些军人 没有什么特别信任的地方 直接是工业区 就直接不停的 做这个项目吧 你是前线 这还是67啊 其实之前不是67吧 找个建造者改造一下 还说把工业驱起来 这是卡人口了 找个建造者 新城市 周围乱糟糟的 建造者很长 我觉得你去 起还是起港口 你直接买一个建造者 930越来越贵了 这个应该是到时候可以拆了 然后造农场 这圈这圈 这圈呃 这等于是完成 可以是工业区加成 这边 这个平原网是拆了 它会 它会把历史古具也拆没吗 还是说历史古具会留在那个地方 这还不是我的领土吧 这还不是我的领土啊 法国是在想什么 旁边有敌人的部队应该是能 能建立基地的 我记得 这好像有个野美人基地啊 还是走岸上吧 还是走岸上吧 多给我采用 这个应该是给工业区用 必须位于工业区 这可能是只能是给工业区用的 但是能让工业区的这个 它的延伸弄到加9 所以说我找一个最靠近中心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附近 这边我有三个行业中心 到时候四回合后 亚里山大会再起第四个 同时找一个工业区加 等于周围矿最多的应该是 这边是加6 你呢 你又是加6啊 三个矿 这是加8 但这又是不是很靠中心 1234567 这样就能延伸到亚里山大了 南边呢 123456原来是能延伸过去 加3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12345678 910 12345678 910 这个有点有点遗憾 1234567 可能这个还行 它是一个加8 它是一个加8嘛 加2 但是亚里山大它有这边这个奇观 也就是说它能加30%的产业 12345678 9 10 12345678 9 12345678 9 这个有点远 123456 我觉得还是弄到亚里山大吧 我觉得还是弄到亚里山大吧 我也是希望有一个模式 比如说你选到工厂 然后显示它是六个范围多大 三个的范围 九个范围多大 三个范围多大 像亚里山大 五回合的体育场 四回合 或者说是 造个兵工厂 体育场可以加 我觉得多点移居吧 移居是可以是让你的生产力得到一些 一些buff 你的移居比较低 所以造了一个竞技场是吗 你还有几个充能 两个 反正你现在的 就移居不是负担 先造一些 建造者去提升自己的 提升自己的产力 其实提升自己的单元格等于是 你要做什么呢 23 不是工业不是很好 我的我的信仰很多 但是不太清楚信仰能干什么 信仰可以买 那个自然学家好像是 我那边有一个公园 我觉得这个你可能直接去自然公园吧 海港 真的是不能出工业区吗 不能往这儿造 这是很遗憾的 可以往这儿造 123456 没有问题 小个农场 这个北边农场多的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 直接炸到冰淇淑 你呢把木头拆了 我觉得 你现在是先去 我觉得手腕部应该是踢人口 不应该是 那一上来就想直接是砍木头 不太好 这是我的吗 还是说所有的 这应该是能买下来吧 够远 应该是能买下来 大科达的食物比较缺 还是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在想 这边的这个沙漠 我是 这个这个沙漠 这个奇观应该是在 孟菲斯 应该是他有用的 可以只往这边造实施人变相 从而是增加一些 一些利用率 这边我可以 好像是可以接着去发展 你的食物50多 我觉得相当的充足了 这些地区可以是起伐木场 应该是平地吗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起起伐木场 因为 这边是实在是没有实在是太平了 平地上 我要是想增加产量 产业的话 是只能是用伐木场 所以说没有 没有矿场那么的 你是在干嘛的 海军军事单位 一个提升等级和75%的战斗经验值 我觉得你直接睡觉得了 他不是的 不是的 可能 我还是不想要 杭果的军队真的是 又看越恐怖 而且它好像也是提升 提升到了现代是吧 像刚刚完成这个研究 应该是 科技胜利的所有的 东西都是已经造好了 这个未来科技 可能就是只增加胜利点数 没有什么用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些军事单位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吸引我的 前面还有科技吗 我觉得应该是没了吧 应该是没了 这样基本就是 就直接这个样子 因为我现在想要的已经没了 你是说往这造个工业区吗 只有加一啊 这造个工业区 这造一个其他区应该是能变成 加二 就直接睡觉的了 亚历山的 还是一直没有敌人间谍的消息 不太清楚敌人是在在做什么 我还是觉得保护我的科技吧 这边造农场 我这边矿应该是比较多啊 可以造农场 这个拆了 这个法国是什么意思 伟人增加生产力 亚历山是多少 123 这好像是没有太大作用啊 123 加农炮升级成机关枪 射程变短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不能理解 攻击力是变成60还是65 75啊 你就直接在这儿 驻扎 刚才是表现又开启了书法 刘国完成了印刷术 这样间谍又被发现了 这个被俘虏 我记得你的成功率非常高啊 你的移居又下降了 好像有一个娱乐中心吧 可能到时候会 这样之前好像是这个间谍 可以交易 你要什么 24斤 我怎么看这个间谍的一个 可能不是从这儿看啊 间谍活动 占领者魔威 怎么看间谍的 他的属性呢 我应该是有一个 我忘记哪个间谍等级比较高了 我没有 我没有搞错吧 我记得之前我拍间谍的时候 发现他的成功距离都是很高的那种 我应该不会说是让间谍去执行一些很危险的任务 这就是我脸黑吗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边是 我要是在想造一个 这个军营是要13人口 长春藤行动 热和装置1000生产力 港口运输 大工程师跟大商人 该城市所有单元格加1的魅力 外交能见度 觉得没有太大区别吧 要那个加魅力的吧 要那个加魅力的吧 法兰克福 造船厂能加公民槽吗 好像是不行啊 发现你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没有 住房到时候可能就直接到时候会直接卡人口 这两个地方是可以起 找一个马 这位置也不是很好 这要是三角区能造一个 造一个农田的话很好 这样三角区造一个农田 这边 这边起一个这个住房 来庆祝这边的魅力是多少 魅力是-1 那只能是把农田这个住房造这边了 也还行 因为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只有三个食物的农场 将-1 你-1 去拿香蕉还是拿-1 就可能是这三角吧 造一个农场 还是这边 这边有矿吗 这好像是有山可以造矿 你最远能到123 能到这边来 123 可以没准能起个商业区 我不用商业区是放到这儿 所以这边那个河是不用不用担心的 这样 这有矿 工业区好像你-你不用-你不需要工业区 你周围是没有-没有什么城镇的 除非是-我现在也是不想打仗 所以你就是-现在是有什么先-先加强什么的了 什么都造不了啊 历史-历史古迹 不能在历史古迹上造东西 那你先去造个农场吧 其实可行的话我想把农场造外边 沿着城市可能会造一些其他的区域什么的 怎么建造的也来了 好 等於是相當於是十幾塊錢 我覺得這個交易很不錯呀 這就不行了 我不要你這個玩意兒 我這邊還有錢 算了 沒有看 幸好我也是只要這三個資源了 結果他要了我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那個間諜死了就死了 這個 如果一座城市有一所軍事學院獲一個海港 則太空競賽項目加15%生產力 這個可以值得注意一下 太空競賽 另外我的 這什麼玩意兒 反坦克 你為什麼在這兒待著呢 哦這個東西是這兒出來的 反坦克 一直是 我覺得AI對付清除這個野蠻人基地真的是做的實在是太差了 挪威 這是在這邊殺野蠻人鏈籍嗎 但是要一個海港或一個軍事基地 你可以是有一個軍事基地 你們應該都是沒有軍事基地的 你們應該都是沒有軍事基地的 像誰生產力最猛的現在62 我要是集中生產的 69 92 就是97 83 89 應該是這兩個國家 如果總是地區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完成之後呢 你能各補一個軍營 然後把這軍事基地造出來應該是能 能所幫助 再來個間諜 你之前應該是在研究這些什麼訓練吧 長春藤行動 熱核裝置 我就造一個吧 我們是核武器嗎 實在不行了 這邊東西直接一個核武器就全解決了 競技場 這個移居主線是負的 你造點什麼東西呢 你的房子是完成了 可以考慮往這擺一個工業區啊 這邊的主要還有三個充能 應該是 或者點城市 或者是上海港 海港應該是不能造在懸空的位置吧 應該是不行了 這附近應該是沒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我是不需要 我覺得不需要護衛了 這樣還能再殖民嗎 其實現在殖民應該是沒有什麼用 我覺得 我覺得就不值了吧 我是為了總之就是 節省一點 節省一點時間吧 可能是現在為了 可能視頻 錄視頻錄到 這麼多期的時候 可能是 節省點時間 我要是自己四點日玩 可能會 等於是盡量能 追求一些完美 現在我覺得是 為了節省時間 我就不去 不去那邊去亂殖民了 這樣你有一個工作者 可能是出來改造這些土地的吧 起一些農場 說到 說到時間 這期的時間呢 時間上也是差不多 我覺得把這個回合打完 打完之後呢 就直接 就準備是 直接結束到 這邊 這可以是轉移一下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你的這邊的 應該是這是基地吧 還是叫什麼東西 轉移 好像貿易 貿易戰 這個究竟是在搞什麼啊 法國 你是跟我友好 所以說 拿這些東西來纏我嗎 好 現在直接是下一回合啊 這樣 估計這期就直接是先 先在這了 下一期呢 我們還是按照這麼一個 一個節奏 就是慢慢的發展 我的這個航天計劃 基本上是快快完成 可能是 等這個起來之後 我猜應該是速度還是 非常非常快 因為我的工業區 最近都已經完成了嘛 總之也是是這個樣子 是相當的喜歡 我們下期見